昨天藍白河達成六點控制 您怎麼看 然後問者說 他新情況 討論國民黨更奮鬥 那劉一龍也說 藍白河會成為超級強 正當國內外的媒體大幅篇幅的報導 中國介入台灣這場選舉 企圖扶持親中政權的時候 我們在昨天就看到 藍白硬是湊合在一起 而且還公然的分贓起權力來 不僅僅沒有民主精神 而且也不把人民看在眼裡 我要特別強調 不管藍或白 都不是台灣的民意主流 所推出來的候選人 不但不能夠守護國家的安全 也沒有辦法提出完整的國政藍圖 兩個都不是四任的國家領導人 所以兩個不對的人 不會說 如果湊合在一起之後 不管誰贈誰負就可以是成為對的一族 在政治上沒有負負得正這樣的事情 我們競選總部本來就設定一對一的對戰模式 我們也有信心贏得這場選舉 我們也一定會贏得這場選舉 我將帶領台灣 持續在民主的道路上壯大前進 走進國際社會迎向未來 絕對不允許親中的政權拖著台灣走回頭路 那不怎麼看柯文哲昨天專訪上面爆料說 AIT致電詢問說 藍白盒是不是有中國見 美國如果沒有證據的話 不會詢問柯文哲啦 倒是比較罕見的柯文哲 對方的同意是不可以講出來了 這個也可以看得出來 柯文哲欠缺外交的訓練 也不遵守外交的慣例 那你怎麼看說 你的副手可能是燒美琴 那國台辦就說 你們兩個雙毒的組合 加起來會是毒上家土 另外怎麼看現在的拜登會的登場 針對台灣的議題 那麼這個習近平也要求美方 又用具體的方式 不要再抵制武裝台灣 那支持中國的和平同意 那這樣的說法你可以接受 是 中國對 我選舉的公開批評 這個是公然的借助台灣的選舉 那中國的大聲批評也證明了 我們做對了 我們這一組是最能夠守護台灣 國家安全 守護中華民國利益的一組人 那習近平如果真的跟美國政府要求 不要持續武裝台灣 倒不如先放棄 鼓勵攻打台灣 美國在遵守一個台灣關係法 六項對台保證 純粹是要協助台灣人民 抵禦中國的侵略 守護台灣的民主 保護台灣人民 這個本來就是應該的事情 所以我們希望 習近平要求美國之前 能夠先檢討自己 基於兩岸人民福祉 也基於印太的和平穩定 世界的未來的發展 應該要放棄 對台灣的武力攻擊 也要遵守 台灣人民的自由意志 尊重台灣人民的自由意志 尊重台灣人民的自由意志 讓台灣人民能夠根據自由意志 決定下一任的總統候選人 大家不想問一下 北約說他將會力圖中國 來改變台灣的現狀 那拜登也明確表示 要中國不要干預台灣的選舉 那你怎麼看 是 這代表了德不孤必有靈 台灣這幾十年來 全國人民共同努力 不僅國際社會看到台灣的重要性 肯定台灣的表現 也已經上架台灣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希望我們全體國人 要有信心 心頭抓好聽 不要因為中國的文攻武嚇 然後就影響了我們應該要走的路 我們要用我們的神聖的選票 民主的力量 來守護台灣 並且推動台灣 繼續在民主的道路上 持續壯大 好 謝謝大家 那你怎麼看說 不分區的名單 現在黨內有雜音 政國會不滿 然後拒絕背書 接下來會跟您這樣說 因為這場選舉 關乎台灣的前途 後代子孫的幸福 民主憲政體制的延續 也影響印太的和平穩定 所以我在提名區域立委 跟部分區立委 都秉持著民主大聯盟的精神 也就是跨黨派 跨世代跨領域 我們只問人才 沒有考慮黨 黨派也沒有考慮派系 那人才很多 難免有遺豬之憾 那也感謝這段過程當中 社會的支持 感謝你們推薦好的人選 那現在的名單公布之後 也贏得社會的肯定 那我們提出 我們真的是提出了 好的人才 希望能夠為國家 盡心盡力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謝謝 太陽星全校課費 有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 機能對腦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 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班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結構